在您統計的話呢,我們也多次見過,有一個問題的話呢,我們就算逆計的話,就算逆計的話。 這樣的話,就教請我們的同學們,在做它的實話,必須要在思想上,一定要有這麼一個立即的表達,不要期待你呀,營養下就把問題解決了,沒有的事。 首先,我們在這裡還是聊,做它的實話,要排行,必須要非常簡單的思想,因為比這是應用體,這個業務量,離職以來都比較大。 所以的話呢,我們也能夠讀懂體育,從體育當中啊,能夠把某些關係把它呈現出來。 他從方向來,表示第二場比賽。 第二場是你的身體安,負責是為負愛。 第六場為集賽,獲勝的人是冠軍。 假的每場比賽,獲勝的概率是四分之三,一比一。 勝負相同的表現是多少? 對,二分之一。 我把這個問題啊,一樣的地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稍微解讀一下,比如說,假的贏兩個人比賽。 假的贏呢,就成為勝者贏。 對不對? 叮丁比賽勝的,就是勝者贏,跑到對的來了。 假的一比賽,如果负的,就是第一場负的,负的一。 叮丁兩個负的,就成為负的二。 你看他这个比赛的位置是 两个圣的 第三个是两个圣的打一场 第四个是两个负的再打一场 两个负的 两个圣的打了以后 也将会产生一个负的 对不对 也将会产生一个负的 两个负的打一场 将会产生一个圣的 然后负三和圣死再打 这个时候结战出来一个神秘的 然后再和这个敌友场 前面的圣者三在进行比赛 最后结束了八戒 要说到这个比赛的规则的话 我们在这里讲 如果你爱好下向其 可能得对比赛的规则 有一个理解 有一个了解 认知起来 比较好懂 如果你对这个 向其比赛的规则不熟悉 那么你总感觉到读不清楚 其实他的意思是我们两个比赛 不是呢 我就打下来了 你看 甚至对是将会产生一个负 还可以继续打 它就是一种比赛规则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把这种规则 把它读懂 你看一下 假得冠金的概念 这个就需要我们把上个比赛规则 读懂它 然后一点点的来写它 比如 假货的冠金 就是说我定的这个来看 第一场是吗 第二条我又是吗 第三条我又是吗 那我表明什么 就在这里 就是假和乙打的时候 不是甚至乙吗 甚至乙等在这里 好 你负得在一起比赛 你再打 打了个圣者三 对 对 就是圣者三和圣者五在打 总共年一两场就是 我打一场我就在这等 连赢三场 假和乙打我赢了 赢了我都等在对 对不对 再和另一种的圣者再来 我又赢了 就我每次都赢了 然后你负得你 你去搞 然后结贷一生 结贷了一个圣者 你再过来打 所以 连赢三场 如果我第一场负了 我们问题就在这里来了 你看一下 如果我假负了 我就跑到这里来了 就往这里走 对吧 现在我干什么 两个负都在一起了 我赢了 我也可以跑到这里 我再来一遍 我也可以跑到这里 再来一遍 最后我得了关心 就一世 连赢三复 一复 对吧 看我这个 第一场我生 第一场我生 我出来的 我是圣者一复 我和圣者一干的时候 我负了 就是负三 我成了负三 负三我和圣者四干 我已经呢 我觉得说成了多少 圣者五 圣者五再和圣者三干 所以 叫一生 三复 五生六生 他这个成二备的话 主要在这里 你看 我这负了一场 我这也负了一场 就第一场我负了一场 是三场 第二场负了 连赢三场 一则当老师第三场 怎么能负了 就是一二三 我打第三场 怎么能负 就是一生 二生 我连赢两场 再负一场 我这个是呢 这个是呢 就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是不得了负担 你一说就对不到关心了 所以 尤其只有三种情况 总之一点 你要胜三场 对不对 所以 想胜 办的就是它 好吧 关于啊 这样的一个第二个 你看看 你没有技巧 没有任何技巧 你唯一希望做的就干什么 杰赛对手是第二次 相对把这样的情况 全部把它干什么 对 挪脸出来 若你写的对手 杰赛对手是假 若 你写的杰赛对手是饼 丁 对吧 就有三种情况 好吧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在这里 不想 不想讲 不想讲 你要干什么呢 就是要劣迹它 一点点的劣迹 一点点的劣迹 通过劣迹来 来寻找到规律 所以劣迹啊 寻找到规律的话 我们对着这个图啊 来看它 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图啊 我们把这个图啊 多次把它调出来 需要啊 你的这个图啊 信向心地 慢慢来读它 慢慢理解它 好的 这道题的话呢 我们啊 只能 比较仔细地 想到第一道题 第一问 而第二问 我们把这个 比较复杂的 我们留给大家 来思考 像这样的题 我们如果能够做出来 那就太好了 做不了 只要立即的思想 不能忘 不能掉 你一样能够紧急 相当的 好 好